首先为大家来播报的是中国一汽第6000万辆汽车继第900万辆解放卡车出车了 恭喜贺喜一辆身披大红花的解放J7创临版在7月16日的上午 在众人的欢喜期待当中缓缓的驶入到了舞台的中央 那么中国一汽的第6000万辆汽车继第900万辆解放卡车驶出了生产线 也书写了历史的新节点 树立了企业甚至是行业的新的里程碑 2024年是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的开局之年 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那么中国汽车产业正用着一串串的表现突出的数字 交出了一份份亮眼的答卷 可以说也是让大家眼前一亮 那么有共和国长子之称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在这个时候交上6000万辆900万辆的新答卷 更是意义重大 换出了一部相当的示范 感谢观看